Hello大家好我是Anne 今天的视频你们猜 OK不用猜了 这个是一个双十一的开箱视频 基本上90%的包裹已经到了 除了一些海外直游的包裹呢 可能会卖几天 这真的是我拍过最艰难最难熬的一个视频 就连小姐夫一个直男 她都很想看看这包裹里面都有些什么 她算是一个比较喜欢拆快递的直男吧 让我们回到正题 这是一个简单粗暴 快速 没有废话的开箱视频 让我们快点来看一看 摸一摸 闻一闻 尝一尝 这些包裹里的东西吧 这是我双十一买的新买的剪刀 它是一把碎骨刀 它是可以剪鱼骨头啊 什么鸡骨头啊之类的 虽然我一个月也烧不到一顿饭吧 拆哪个比较好呢 先拆一个这个吧 这个刀真的很快 不要看它很笨重哈 真的很快 哦 是我的一次性口罩 现在我也是一个公众人物了嘛 包袱也越来越重了 去年我买了一盒 它们黑色的 然后今年我买了三盒 两盒白色的 一盒黑色的 然后它是这种抽拉式的 然后一个一个这样独立的包装 然后这一箱 这箱我已经开了 因为我真的是受不了 是看Wiki的视频 种草的那个金牌干溜 作为一个极爱吃重庆小面的人 这个金牌干溜真的是 满足了我非常大的 对重庆小面的这个思念与怀念 它里面的那个油包超级香 就真的是我在重庆吃到过那种巨香巨香的那种 就麻油的那种味道 但是它很辣 所以那个辣包我只放一点点 10 对囤了12包这个 然后我还买了一组它们家那种特色面食的套装 又比如说什么火锅粉啊 酸辣粉啊之类的 说起来就超想识 这个傻子吗 带科的这个应该是防晒 这摸闪质感好差 但应该是正品嘛 因为是那个官方旗舰店买的嘛 然后是这样子50 SPF50的一个防晒 这个这个容量真的挺大的60 然后价格才200多块钱 我觉得还挺便宜的 然后还有他们送的一个小样 松本青 那应该就是 哇 呀 毕柔的那个防晒 这个防晒上个视频推荐的时候 有很多人说它搓粘 因为我上底妆全部都是用美妆蛋的 所以它是不会去搓的 我是不会用手去搓的 所以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聪明这种情况 然后我这个月一直用的 还是毕柔的这个防晒 我一直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用 可能是比较像 如果比较喜欢清爽型的那种防晒 人真的可能会比较喜欢 我现在就拆一个 看一下它的那个质地 是不是跟我们国产一样的 我第一次希望一个日版的东西 跟我们国产一样的 不一样诶 质地不一样 但是好在它的那个 还是很轻薄的那种 比较偏乳液状 我们国产那个是有一点 那种胶状的质地的 这个防晒我真的非常喜欢 然后我买的这个日版的是 SPF50 PA4个家 然后防晒其实会比那个 国产更好 所以I just like it 你们怎么说它搓粘 我还是非常的喜欢 然后是一个 我已经开了 开的小箱 是这个美若康的豆豆贴 你只要买那种 最便宜的款式就可以 就是日用型的就可以 不需要买那种业用啊 什么超强吸收啊 什么之类的 组织液全部都吸出来 然后它第二天就不会发炎 它也可以隔离细菌 就真的超棒 哇 差一个这个大的吧 天猫国际啊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哦耶 嗯 香喷喷 这就是我上次讲的那个洗衣球 哦 好香好香好香 哈哈哈哈 嗯 一个洗衣球 嗯 真的好香 真的好香 不知道洗完之后流香怎么样 蓝色的也闻一下 嗯 这个好像有一点茉莉的味道吧 粉色是这样的 然后蓝色是这样的 然后蓝色是这样的 OK 再来拆一个这个 哦 耶 到了 天哪 这一箱好幸福 噔噔噔 iPhone XS Max 噔噔噔噔噔 哇 好反光 那其实我已经有了iPhone X 原来是不想要买新版的这个iPhone的XS Max 但是小姐夫她后来买了一个XS 我就用了她那个拍照的功能 真的拍出来真的非常的好看 前置摄像头 大家都知道 它有一个美颜的效果出现了 然后后置的摄像头 嗯 拍出来的像素也要高非常多 不是像素吧 就是那种质感要好非常多 所以对于我们平时有这个拍照诉求的话 我觉得新款这个iPhone就真的还是蛮值得去购入的 这个是一个 哦 奥伦纳素 是一个奥伦纳素的冰白面膜 它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 有那种它的液体 然后还有一包这样子的粉末的东西 我之前有用过奥伦纳素的豆腐乳霜 超级干燥 就是很适合夏天油皮来使用的一个面霜 对 然后这个面膜其实就很好用 然后它还送了一个 哇 好棒 耶 这个面膜还是价格还挺高的嘛 所以它能送这样一片面膜就是还蛮实惠的 哦 两瓶慢单的眼线 我已经开的是兰蔻的那个眼霜 美妆专栏的第一名 就是因为它这次活动打的真的非常的给力 然后买到兰蔻真的是很划算 然后因为我的眼霜已经断了 所以我那时候已经打开用了 正装是15毫升 然后它送的小样是有两瓶这样子的 两瓶这样子的5毫升 然后我已经开了一瓶小样在用 真的非常的好用 我觉得滋润度很好 一个眼罩 好 cute 还有一个眼膜 对 有诚意兰蔻蔻 跟我们家一样有诚意 不知道大家收到 Anime Gug庄园的快递了吗 是不是觉得特别有诚意 对 双十二 还会有活动 大家记得要来 哦 Lapel 我买了一套内衣 然后这个是内裤 好羞涩 我买的是紫色的那一个款式 我的天呐 天呐 它怎么这么大呀 哇 这really sexy Look at this 我还是这么小的袋 因为我买的那个是五光圈的 Oh my god so sexy I love it 我买的巡围是多少啊 为什么感觉这么窄 我是一个大股价的女孩子 我买的是75 75应该能穿的呀 哇 真的好漂亮哦 不给你们看 我喜欢 继续开箱 这个是 伊利斯尔啊 我看到了 哇 也送了很多的这种小样 我是买了一个 伊利斯尔的防晒 我真是真的买了好多防晒 因为我现在已经爱上了 涂防晒 如果防晒 就是涂得好 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安全感 就是这个金管子 是毕柔的洗衣球 毕柔这个也很香啊 就是那种很清爽的一种香味 好像一种水果 好像一种水果 我就是想不想还是什么水果 I just can't remember 天猫鬼 家杰式的那个牙齿美白仪 这个牙 美白仪应该就是用几次这样的 不能充电的 哦 哦 它是两个一起摁 然后它就会有这样的蓝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副牙签 我们来拆一个这个大的吧 这个大的你们应该还看到的 是全眠时代的 这一项我就不拆了 用准备箱我已经打开了 全眠时代的那个绵柔筋 因为我家已经断货了 我一定要打开 我真的是用纸巾 好几天就整个人受不了 用了绵柔筋之后 你真的是很难用过纸巾 然后大家如果觉得绵柔筋浪费的话 我自己是这么去说服我自己 也不是说服了 我是这么跟自己解释的 绵柔筋用的是棉花 然后纸巾用的是树木 然后棉花是可栽培的 那么我觉得总归来讲 是不是用绵柔筋 其实比纸巾要稍微节能一些呢 我真的只是乱猜的 这是那个睡衣的牌子 它这个好像不是那个 我买的东西 它是它买东西的一个赠品 它赠品先到了 然后我的两套睡衣都还没有到 这样子的棉布包 去洗桑拿的时候 是可以背这个棉布包吧 对不对 不然你装菜是不太可能的吧 那我们明天去洗桑拿吧 去脱澡 来拆一个这个小的东西 超喜欢吃蛋黄酥的 我 这个是在我很喜欢的一个美食博主 曼时曼云那里买的 这剪刀也是他们家买的 尝一尝 哇 闻起来还是挺香的 这味道还是相当可以的 比较那种偏软的那种酥 我之前有买过有一个博主推荐的蛋黄酥 我说天哪 我吃了之后 我发现这个吃我这辈子 吃过最难吃的蛋黄酥 所以我都不敢在淘宝上买蛋黄酥了 我发现还是那种手工做的 就是那种私房做的那种干黄酥还反而好吃一些 但这个是总共来讲不错 对 这个还不错 但我感觉还是我从那种私人那种买的那种比较好吃 那个金牌干溜是真的好吃 这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视频 因为拆完之后 就都不带了 哦 这是Real Techniques 这次Real Techniques的那个蛋啊 真的很划算 49块 49块钱还是40块钱啊 两颗蛋 哦 上面的这件拿一袋子 拿一点过来 拆个对手 再拆个摆袋子 这个是 我有种不想的预感 Yeah 不想的预感 Yes 是几件内裤 后面有一个流速的这款式 还好这个面料还挺软的 What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鬼款式 这叫金刚芭比相扑吗 这不是我买的 这是小姐夫买的 这个还有布料吗 你们也看不到它是那种有点闪片的 嗯 它有喷一个那种香水 迷情诱惑 香水喷雾 这是赠品呢 还给它买的 Mangos 双十一清单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过的 这个颜色啊 怎么这么习清啊 像穿个大花 哦 我觉得穿起来应该蛮好看的吧 我记得我在实体店有试过它 我觉得那时候那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对 现实我中是一个正红色 就是还挺红的 但是没有镜头里那么 亮 对 就是小林之耀的那个内衣清洗液 我的天哪 我肯定用不完这么多 五瓶 它一瓶是这样小小的 但是一瓶也可以用到天荒地老的 那五瓶真的是可以用到天荒地老的天荒地老 这个箱子也是蛮多的 我看 然后里面就是一件这样子黑色长的西装裤 OK 还有最后两个啊 先把这个给你们看一下吧 这个是德宝的 大家也看到了 花花的抽质 好可爱哦 我打开看一下 跟我之前买的那个有没有区别 我就在实体买的 你看 质量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吧 好像 厚一些 但是很柔软的那种 对 质感还是很好的 最后一个啦 为什么还是维命 我到底又买了什么风险 粉粉的那颗 每次就觉得很少女心 这什么 圣诞老人妆吗 这个是 这也不是我买的 看这个图好像是一个 睡袍 不过它的料子很舒服 我看到这件突然想到那个 貂蝉的那个圣诞妆 你知道吗 还有两个漏了 一个是这个 莉莉贝尔的 卸妆棉 还有一个是这个 IPSA的卸妆棉 做那个N5000的时候可以用的 然后以这个 贝贝尼尔就是 平时卸妆的时候可以用的 还有一个 好 这才是真实的 最后一个 TAKAMI的角质条件 每个这么小瓶 它都要单独包一个 三瓶 TAKAMI 竟然还有一个 这个是一定要说的 因为这个美头真的非常 我觉得非常好用 这个叫做LALISH 然后就是我今天眼睛上面戴的这个 然后也是我上一支 就是备婚日记那个视频当中戴的 然后有很多人也问了 我戴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然后戴起来 它的眼睛会有一种 深邃感 层次感 它不是单单的一颗 它就觉得是那种 琉璃透珠的那种感觉 虽然它是那种比较低调的 这个是黑灰色 然后就是棕色 棕色我还没有戴过 然后就黑灰色的 我觉得戴起来的效果 我也非常喜欢 然后也很舒服 OK那么视频的最后 也要给大家发一个小福利 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堆 我组了一个小小的腹带 就是我这次收到的 有一些东西 它因为分量比较多的嘛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 一个人也会 也可能会用很久 所以我就拿出来 做了一个小福袋 送给你们 送给一个人 有这个小灵之药的 这个内衣的清洗液 一个 超喜欢的这个 壁柔的防晒 一个 金牌干溜的小面 两盒 冰白面膜 一片 一些小样 蓝扣 我刚才说了那个 我自己打开 已经在用的这个眼霜 我觉得非常好用 五毫升的这么一个小样 如果你想要这个小福袋的话 可以去微博 我转发抽奖 这条视频 礼物虽小 但是大家感受一下 我的这个喜悦就好了 OK 这也就是开箱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我们下次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